來回奔波一刻不得嫌 醫院內工時常 高壓環境 逼得護理人員大出走 甚至不少醫院傳出官床潮 亞東醫院急診部醫師 朱聖恩更PO文 形容某天下班被燃燒殆盡 連續兩個四十多歲的病患送來 用掉全院最後兩臺葉克膜 最後兩張加護病床 強救多名病患人力卻有限 因為大量護理師離職 每個月四到五萬塊薪水 還要職業班 同時得顧三到四位的重症病患 根本吃不消 剛好這兩天大家如果看到 亞東醫院的急診醫師 PO的文章也會覺得蠻感慨的 薪資是其中之一 但是工作環境的整體改善 是是是最重要的啦 婦產科醫師同樣有感 人力大量流失 坦炎醫護困境 不只這一樁 看到宮廟服務價目標 斬小人斬爛桃花收三千塊 寵物溝通一千塊 往生者溝通兩萬元 甚至還有夜間急診服務 收六百元 感嘆健保醫療收費 連宮廟都不如 這個插管比這個 通水管要便宜 這個心臟按摩是比腳底按摩還便宜 所以已經覺得說 健保這樣怎麼維持下去 醫護人員待不住 紛紛出走 加上健保疾父偏低 醫界只盼改善職場環境 健保點職要雙管齊下 別再讓血汗醫護成為日常 華人新聞中官員 該美新一台報導 你好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在YouTube頻道